只因为一句话 保安被女业主连续打了十多下 保安事后报警 要求打人女子当面道歉 并赔偿医药费 女子却说保安在人格上侮辱了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被打保安告诉民警 打人的女子是小区的业主 女子在临街商铺开了一家店 女子当时把电动车停在了店门口 保安见到后 对女子进行了劝说 保安告诉民警 按照小区的规定 电动车不能停在店门口 保安建议女子 把电动车停到小区专门设置的停车棚 女子却觉得停车棚离店铺太远 女子嫌麻烦不肯挪车 坚持要把电动车停在店门口 保安对此很是无奈 只好让女子把电动车停到马路边 女子却耍起无赖 开始故意刁难保安 我说那这里进 这个人生道边上进 您可以暂停在这里 他说如果丢了怎么办 丢了是不是你们不要负责 到时候丢了是不是你们赔 我说那这样的话 我给你找个地方 我给你看管你知道 然后回头他说 那我不要你看管 我按照你说的 停这两个地方 到时候丢了我就找你赔 保安之后的一句话 意外惹怒了这名女子 从监控可以看到 女子追在保安身后 用手机拍打保安头部 接着用脚不停往保安身上踹 即使其他保安上前劝阻 女子也不肯罢休 保安整个过程没有还手 一直在被动挨打 民警统计过后 发现女子一共打了保安13下 保安到底说了什么 竟让女子如此暴怒 人格侮辱呀 我没讲错的呀 他让我推到指定的位置 我说丢了你是不是得负责 他说接下去的话就是 你要是你自己骑走了呢 你骑走了你忘记了呢 我说我骑走了 我如果说鹅你说 你们给我弄丢了 那不是我成鹅的人了吗 我就说他人格侮辱 然后就什么一对话就讲出来了 可难听的 那我听得及了 侮辱我是受不了别人侮辱我的 我觉得侮辱人比打人还要严重 是很有前因后果的 然后就他把我说 说到毛了呀 他就侮辱我 侮辱我我就打他了呀 女子认为保安的话 侮辱了她的人格 保安对此很是无语 保安告诉民警 自己当时只说了那句话 之后就没再说什么 保安做梦也想不到 女子会突然动手打人 在保安看来 这只不过是一句在正常不过的话 保安实在想不通 自己的这句话 怎么就侮辱人了 那我被打了吗 我肯定要遵就责任了 对不对 他如果说 说我侮辱他 如果因为那一句话 侮辱他的话 那我没话说 民警随后 把双方带到派出所调解 最终 打人女子向保安道了歉 赔偿了保安3500元 对于此事 你怎么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不迷路